很多人問騰訊,第一個朋友就是問,他是Stamp哥,他說464元有貨 他說應不應該訂走他? 其實,先說一下範圍 因為騰訊之前的股價,你見他真的是大概$400至$500 如果他站在找這些位置的話,按道理可以先考慮一下 但問題是今天的消息,我真的覺得要時間去想一想 這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所以你說現在有貨就先拿出去 但如果你一旦見他的股價,真的再跌穿$450來的位置的話 我會建議你考慮一下減一減榜 如果你這些位置站得穩的話,你先看看大概$500 就是資源環區隔我的一個阻力位置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一點? 嗯,好啊 我現在也是我先講一下 提醒你也要這麼豐富壞 我的問題 onlar